其實當初拍不拍連續劇這也是一個掙扎 就是有一些公司來向我要這個改編權的時候 我也就是猶豫了很久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改編嘛,它一定是會改的很多 所以常常我想就是面目全非這樣子 到底要不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後來我是想說,或許試試看吧 既然人家有興趣,對這個劇本有興趣 就是對這個故事有興趣去拍的話就試試看 所以這兩本的連續劇的改編全都給出去了 那他們就是改編之後的大綱啦 還有就是分級大綱什麼的都有給我看 那確實改編很多,那我也同意他們應該改 因為這個天官這本書,林健這本書都是很長很長的 連續劇你三世紀不可能拍那麼多 那麼多啦啦、雜雜、滋滋漫漫這樣子的這些故事 人物都是太多太雜,確實是要刪結合併 是應該要做的 給了人家的話,人家確實有重新創造的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他們有應該要給他們重新創造的一個空間 改件是必要的,就是看他怎麼去改 改的有沒有技巧 能不能讓這個,比如說連續劇也很好看 如果你是很忠於演出,結果連續劇是拍的不好看 那也沒有用 那你有會參與選角之類的嗎 那倒是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糟糕 他們給我看一些角色的選擇的時候 我竟然一個都不認識 劇本怎麼寫其實當然也不知道 那他們要怎麼選角,他們要選哪一位導演 我真的都,自己都這樣一直扮捷的 也不可能給予什麼太有用的意見 所以我想就是,希望他可以拍出一部好看的也續劇 那麼對於我的人物呢,有一定程度的忠實 就是,就是,情節不需要完全忠於 但是對於表達出來的人物的個性,就是主角啦 主要是主角,希望可以不要偏離太多 然後我就一定會聊在一起 對於表演的定論 好像不一樣 對於表演的旁觀 我們每次都不得了 我們無法加入 我們無法加入